好了 今集來展示這個 全獎牌 這個真的可以說是整個遊戲裡面 最麻煩的一個 一個成就 真是最麻煩 我自己的感覺是 由於很多,有五百隻 所以每隻就停一兩秒 就算了 你想想五百隻,每隻停兩秒 都用成 一千秒,一千秒差不多20分鐘 順便說一說,某些獎牌是怎樣拿 如果有興趣收集的就可以收集 因為他收集完的話都會有一個獎杯 如果你要 拿白金獎杯的話 都是要做這個成就 五百個獎牌裡面 有三百個 有三百個 都是可以去扭彈機那邊扭回來的 整個遊戲呢 就 十部扭彈機 十部 一部就可以扭三十個獎牌出來 三十個不同類型的獎牌出來 加起來就一共三百個 剩下的二百個 那二百個 其中有一百九十八個 都可以在故事那裡拿到 包括你做委託,做支線 然後 打野怪 然後在地圖那裡撿那些發光點 都可以拿到 剩下的兩個就一定要在農場那裡 調查,調查委託 才可以拿到 其中一個就是六號,六號那個黑雅股 接著就是 機械暴龍獸 藍色那隻 這兩隻 這兩隻就一定要調查委託 機械暴龍獸其實還好的 黑雅股呢 最好就是前期 剛剛玩到那個 骷龍 Lv3 剛剛出來的時候 然後你就好去刷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去到後期 爆機的時候才去刷委託的話呢 刷到你傻子都沒刷出來 認真 真的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其他那些全部都可以打 那有幾隻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比較難打的 就是其中有隻是那個 不是難打,應該說難遇到他 比較難遇 一隻是南瓜獸 南瓜獸 在一個數碼空間裡面 你要走到最裡面的那個區域裡面 才可以遇到他,但是他出的那個機率是 很小 真的很小 即是,你去數碼空間那裡找,你會看到 出現怪物那裡有他的樣子 你找到那個數碼空間,接著你進去 走到最裡面的區域,進到沒有路再進了 接著在那個區域那裡 在那裡遇他 接著沒有記錯呢 他是跟一隻祖利獸一起出來的 一個隊伍出來跟你打的 接著還有一隻是妖狐獸 妖狐獸也是很難遇的 在那個 Kulong Kulong Lv4 Lv4裡面 第二張地圖 就是 入到最裡面的地圖 接著在歌道可以遇 但是真的很難出 就是我遇到十幾場 都未必有一場是遇到 多數都是遇到那些什麼呢? 大便獸 怪話獸 多數是遇到那兩隻 然後那隻妖狐獸沒有記錯,好像是跟那隻比多獸一起 接著出來 一個隊伍出來跟他打 是比較難出 這兩隻要 真的要 給點耐性 這隻 韋納斯 奧林匹斯十二神之一 這隻是01的其中一隻BOSS 經典BOSS 大戰上也沒什麼問題 其他獎牌的那些 都 不是太難拿 剩下那些就看了 他獎牌的圖案,像這隻戰鬥暴龍 其實 你有留意的話其實是跟以前數碼卡的 圖案一模一樣 如果你以前是有儲過數碼暴龍卡的話 看到有很多其實是 以前卡上面的公仔 動作都一模一樣 只不過他直接 搬了過來 放在這裡 炎龍獸 飛龍 都是一些經典的東西 飛龍 漫畫主角 這隻也是競招的 完全可以打狗極體 黃騎 巨龍獸EX 這隻也不知道是不是惡搞 這隻手EX 大家都是EX 大家都是EX,你看差多遠 畫風完全不一樣 這隻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惡搞 仙拉漢堡 這隻手EX 看上去是甚麼 進上去招樓彈漢堡 再進上去就是 雙層之士巨無霸 漢堡包 鮮拉漢堡也可以做一隻數碼 這隻手EX 天女 看到他的樣子 都認得他了 以前數碼卡的樣子 天使也是 以前數碼布隆卡的樣子 古代彩虹 十斗士 古代十斗士 古代家老佬 古代家老佬 黃龍啊 阿爾法那把劍 古代家老佬 古代家老佬 這張也是搞事的 奧米卡 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看上去像奧米加 但又好像不是 太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一張惡搞 奧米加 真正那張 奧米加 奧米加X 想把這張惡搞的 有多正事 不說是一張… 混沌獸,這隻跟奧米加的設計很相似 跟奧米加調轉了,奧米加是左手暴龍劍,右手交到老炮 整隻的設計很相似,這隻是以前PS2上的術法暴龍拯救隊 那隻遊戲裡面也有,有它登場,可以自己用,可以換家自己拿來盡 這隻混沌龍也是,好像是初代王者無限龍的進化 無限再進上去就是混沌 搖礙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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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呣 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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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米拉 這隻合成獸,後期跟那個無限龍合一體,變成一隻千年獸,又是一隻好屈肌的BOSS 大王悟空,其實他不如叫大勝悟空吧,大勝,大師兄 大王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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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神像,飛鼠 十二神像是以十二生肖為題材設計的 十二生肖,龍,蛇,鼠,雞,狗,獅 黃金V龍,這隻我都沒見過 不知道在什麼作品上有出現過 是一隻減什麼 V龍獸本身已經很厲害了 黃金V龍 V龍獸本身已經是古代種入面,很稀有 現在有的,稀有入面再稀有,黃金V龍 神龍獸,嘩,這隻 雖然他人氣不大,但是 他的地位不得了,四大龍之一 不過好像都是以前出現過在遊戲上面 哈哈,變胖了 這隻也是經典,以前玩《蘇花布龍世界3》的其中一個主角 劍盜獸 PS的時候,那隻《蘇花布龍世界3》 哇,只有這麼多的這個形態 黃蛇,好像也是十二神像之一 代表蛇 黃蛇 黃蛇,最後一隻黃蛇 就是官方最後出現的一隻黃蛇騎士 四聖獸 黃蛇,也是經典的,以前 《蘇花布龍世界1》裡面已經有出現過 他這裡又有爆裂形態,他徽章這裡有 黃蛇騎士 黃蛇,也不弄出來給我們用 三不正 哈哈 連《西遊記》都拿出來做題材 看來他真的想到沒什麼好想 明明是 日本人做出來的一個作品 但是題材就用了很多其他國家 東方、西方的題材都用不到了 黃蛇騎士 紅蛇騎士 黃蛇騎士 就會真的是黑默蛇騎士 約然後再進一次還 合體隻在千年獸 跟著選擇一個青年獸 可以穿梭時空 真是屈 直接擊中 你為什麼看? 沒有一次質地擊到他 可跟我說 因此 sex 會被換到 我覺得是否被架 四聖手 這隻又是厲害的 金剛武神 這裡寫金剛武神,但其實它的日文名有意思 它的日文名叫做衰座之男 即是跟高達00裡面有一部專門格鬥的,又是叫衰座之男 就是那個衰座之男 其實是日本神話裡面的一個神 叫做蘇棧烏尊 可能你聽他的名字 可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他最有名的事跡就是斬殺大蛇 對,大蛇有聽過吧 大蛇很多遊戲都用它為題材 我那個年代拳王已經有了 八旗大蛇 海賊王裡面也有個果實 他的名字就是以那個神來做題材 講這個大蛇 其實現在應該是比較多人熟悉的 就是應該是在無雙裡面 大蛇無雙 好像都出了好幾集 裡面應該是屋子 以前拳王也是 有用到他不少題材 包括這個三神器 草體劍 然後那個歐玉還有一個八指鏡 全部都是三神器 然後那個主角草體驚 就是守護草體劍的一個家族 然後那個八神 就是守護歐玉 然後還有一個巫女 就是守護八指鏡 那個神樂 神樂巫女 好像叫千殼 以前拳王也是 就是我那個年代 最有名的一隻格鬥遊戲 這是什麼遊戲 暗龍 啊! 剛才那隻混頓獸的 對 就是左手 就是他跟番賞獅子獸合體 就變了剛才那隻混頓獸 對 稍猶獅子獸 對 很容易 對 對 尤 deme 廮 對 犬神,好像也是十二神像之一 就是代表犬 青龍,四星獸 青龍,好像也是四大龍之一 又是四大龍,然後又是四星獸 身份都...地位都很高 兩個大身份給他 超惡魔 迪亞波 迪亞波 這隻很像基甲龍,只不過是非蟲獸為主 像不像 究極魔,七魔王之一 這隻也很舊 超舊 以前那隻 又是那套 V純壽司01那套漫畫 其中一個BOSS 都最終BOSS 幾乎 死亡獸 這隻在V純壽司01裡面 被太一用 飛行V龍KO了 明明是究極體輸給這隻 圓船看 那套漫畫應該是告訴我們 數碼獸 強弱都是其次 最重要是 純壽司 純壽司厲害的話 真的可以越級打怪 不是開玩笑 真紅練靈泰 保證他弄出來給我們用吧 也不知為何不弄出來 放鬆 90分 約 檢查 那部分 脖子 不要 小腳 反正 kons Eva 眼前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乐啊 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先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达民间设计明镜与点栏目 达民之前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zp 七母王子 這隻經典 是光之有事件的那隻鸚鵡 超舊的 五大番掌 可惜,又是不能進化,不能讓我們用 《勝利暴龍》 好像又是漫畫版的主角 上你了 豆豆充的很多 捕捉豆豆充、鋼鐵豆豆 現在又是一個巨大豆豆 可以再弄一隻 小型豆豆 啊,黃龍,四聖獸的大佬 管理著這個四聖獸 鱗,長織,沒法太vel 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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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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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造型也覺得很像 他是故意弄到東方的龍的造型 王者巨龍 他以前的日文應該叫巨龍獸師傅 這裡叫王者巨龍 這隻是最不像究極體的究極體 雅典娜女神 他而且是最不像的 四大龍裡最邪惡的一條龍 破滅魔龍 這隻我都蠻喜歡的,但是他又沒有弄出來讓我們盡 嗯,可惜 嗯 厲害,厲害,厲害 那些叫什麼?波濤洶湧 橫看成嶺,側成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奇怪,怎麼會被人取得動? 疼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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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不 疼不斷 這隻,如果你看圖鑑的設定是最強的數碼獸 好像是最強的怪物,我待會去看看 但圖鑑中有一個設定是最強的七魔王 所以其實圖鑑是比較強的 兩隻都是最強的 這隻,屈機級 三大天使的力量都是繼承於他 他還是成長期 成長期,三隻究極體的力量繼承於他 即是那隻究極天使,神聖天女,紀錄比 那三隻天使 有蟲,黑洞裡的本體 題目 細節 讓我們來看 、能叫我 你看 嗯 對 對了 你 小火 封面 成功 奖导 一切 一切 只要走 兩切 他竟然問同一樣的問題,問兩次 算了吧你 這次真的再見了,應該不會再有下一集 對啦,拜拜